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楊婷婷 首先在此要多謝上星期打電話來的觀眾 以及在網上留言的網友 今天是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 首先要祝所有的小朋友節日快樂 我們知道目前新冠病毒的疫情還是全球持續 做好個人以及城市的衛生是迫不可小的工作 社區環境衛生是關於市民的健康 各區的工廠以及立實收集設施 是反映了城市的公共衛生狀況 是房業工作的重要環節 都是衡量澳門作為世界旅遊遊遊中心的標準之一 這些城市改造工程都是落實政府 以工代正的措施 在疫情期間要扶持澳門的中小企業 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 今年的市政署都有哪些重點工作呢 你我的城市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維護 所以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 一切共創澳門的美好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市政署道路渠武廳廳長何萬謙 何廳長你好 大家好 我們要請到市政署環境衛生及側照廳廳長 馮廳長你好 大家好 我們歡迎市民朋友 繼續打我們的二線電話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過營工網上面的網址 加入我們的網上交流 現在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正題討論 先從馮廳長這裡開始 我們知道今年的市政署的一些重點工作 其實都是要提升公共衛生 要建設一個健康的城市 當局怎樣來優化澳門一些市政衛生的設施呢 請介紹一下 在防疫工作方面 其實在疫情開始期間 我們市政署已經安排了一些公共衛生設施 加強一些清潔消毒的工作 當中包括我們的公廁、垃圾站、渠口 或者一些公用街道的一些圍欄的設施 我們都加強一些清潔消毒的工作 我們就用一些稀釋的配搭水 定期去安排一些消毒的情況 就盡量減低傳染病散播的一些風險 同時間我們在今年 也都除了一些清潔消毒工作以外 我們其實也都安排了一些公共衛生設施的翻新工作 譬如我們核下的83座公廁 我們在今年會作全面一個翻新 我們在翻新過程裡面 也都會加入一些自然通風 自然採光的一些元素 除此以外我們在翻新過程裡面 也都會將一些自動感應開關的設備 我們會加入去翻新的一些元素裡面 譬如我們一些沖水馬桶的一些開關劑 一些水龍頭 又或者一些簡易的使用 我們都會使用自然感應開關的設備 來減少一些手部的接觸 來避免一些傳染病散播的風險 除此以外我們在公廁翻新過程裡面 也都會看回一些使用者的需要 我們看回我們在翻新過程裡面 盡量能夠增加一些屢次的一些刺隔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屢次的刺隔數量 和男次刺隔的數量 能夠達到2比1的一個比例 而另外我們也會看回 假設公廁的空間條件許可 我們都會加入一些無障礙的刺隔 和一些親自使用的一些刺隔的設施 和有空間條件許可 也都會加入一些浴櫻板的設施 來盡量配合到市民 遊客在公廁使用上面的需要 另外剛才提到一些垃圾站的優化 其實我們今年都會持續去做的 我們今年有計劃會增加 大概10個壓縮式的垃圾桶集 因為過去線處理都已經將90個垃圾站 改建為一些壓縮式的垃圾桶 我們發覺使用情況是挺好的 因為它是佔用的位置比較小 而且都可以收集到大量的垃圾 比較適合澳門的一些環境去使用 所以我們今年也都持續的 去將這個工作去優化 我們會計劃在各區裡面 設置大概10個壓縮式的垃圾桶站 而這些垃圾站興建了之後 我們都會將壓縮桶的表面 將貼一些具有澳門特色的圖案 希望將一些壓縮桶的設施 融合社區 期望透過一些垃圾站 公廁的優化工作 能夠令到澳門的一些環境衛生得到改善 也都讓澳門的居民的生活質素 逐步提升 那我想問一些長石的細節 比如你剛才說到這個83個公尺 將你重建一個翻心的工作 那現在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或者你們從哪裏開始 有沒有一個長石的規劃呢 我們83個公尺當中有60個 空間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會運作設計師協會 去安排做一些設計的工作 那現在設計階段已經完成了 現在逐步將這些設計稿 我們會進行開標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期望呢 全部83個公尺 無論是60個是有設計師協會設計的 另外23個是一些簡易翻新的 我們都期望在今年內去完成這個工作 那你覺得這個幾十個公尺 一時間同時開工 會不會有些趕工的情況呢 我們其實會盡量做一些配套 那我們希望呢 同區的公尺 盡量在同一時間去做翻新的工程 那就盡量錯開一些工程的期間 那另外在公尺翻新過程裏面 我們都安排一些流動廁所 設置在翻新公尺的隔離 那盡量方便市民去使用 好 這樣就最好 那現在先從何廳長談一下 那我們知道其實政府都是今年 都有開始說要把一些限制收藏的土地來善用 創造一些這麼多的 給市民用的一些休閒的空間 那當局有些什麼詳細的規劃和進展呢 目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澳門就是地小人多 地小人多 那一直的市政處都是在那裡找適當空間 設置一些休息區 或者一些休息設施 給市民使用的 滿足市民的需求 那我們在未必利用土地 這些限制土地方面 我們一直都跟這些 土地管理部門合作 希望他們提供一些適當的空間給我們 給我們設置這些休息的空間 包括自由波地 兒童遊樂區 親子休息區 社區健身器械的地方等等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那今年呢 我們市政處就利用現時不同區域 有實幅的限制土地 是盡量這個規劃的 增加社區的優惠環境 相關科目 會按照不同區域的市民的要求 還有我們會研究這個區域裡面 市場設施的使用情況 盡量這個規劃的 我們會設置不同年齡層的區間 給予不同的需要 包括一些設施 有些大一點的可能是清熱的 自由波地 優惠空間 整個健身空間等等 滿足社會不同年齡層的需要 同時也都加入一些綠化元素 因為優惠大家知道在街區附近 也可以美化到街道環境 也可以改善市民的步行環境 計劃中 土地大約是3萬多平方米的 十福土地 分布在澳門不同的區域 包括在坦仔南新附近 還有在林茂海邊馬路那裏 也有四幅土地 在黑沙環那邊也有 我們會在門口牆等等 也在石牌灣公屋那邊 也有一幅比較大的土地 進行這個規劃的 部分工程我們預計 會在今年年尾進行開展 爭取在今年年尾 和明年初之前可以投入使用 也同時 市政署除了找一些限制土地 設置這個優惠區之外 對於現有的公園優惠區 我們都會進行更新優惠化的 我們在本年裏面 亦都有不同的公園和優惠區 進行更新優惠化的 希望市民可以得到更多的使用空間 那現在目前有沒有 已經開始續手 將一些工程 進行一個翻身的工作呢 有的 有些優惠區 譬如在快捷機等等 這些地方北區 我們都是逐步逐步 會有這些翻身工程 是在做的 明白 好 馮廷長 現在我們都知道 當下都是要控制這個疫情 防止他們再蔓延 一個衛生防疫 防止鼠患的工作 其實你們一直都在做的 很快要夏天 你們都配合一些衛生局 會做一些滅蚊的工作 可以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滅蚊、滅蚊的工作 都是市政署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 譬如我介紹一下鼠患的情況 其實鼠患是環境衛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 其實市政署每年都會安排 在每個區份 有一些區域滅蚊的計劃 來減低鼠患的資障情況 其實在近年 市政署除了在區域有滅蚊的工作以外 我們都在公用街上增設一些樹理盒的設施 在今年已經增加超過有1100個這些樹理盒 可能大家在街上都會留意到 其實這些樹理盒近年是增加了的 大家會看到一些黑色的 大概一呎成一呎的 這些就是黑色的小盒子 小小的小盒子就是一些樹理盒 這些樹理盒裡面 裝了一些老鼠的藥蜊 我們其實每個星期都會有同事去檢查 以及去捕捉一些藥蜊 讓我們知道 區裡面一些的樹患情況 去做一些防治 其實市政署在公用街道做了一些很持續的 一些樹患的防治工作 但是一些樹患的 其實不只是公用街道會發生 因為老鼠也不會公用地方 就是大廈裡面很多 所以如果大廈裡面一些 樹患防治工作沒有做好的話 也有可能在大廈裡面出現一些樹患問題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政府 跟市民方面共同的努力 在大廈方面我們都期望 能夠做好一些防暑的一些工作 我們期望大廈裡面都能夠做到一個三毛的環境 那三毛是哪三毛呢 我們就希望大廈裡面 使得老鼠可以沒有食物的源頭 沒有定位 沒有進入的條件 如果大廈都能夠做到這三毛條件的話 老鼠在大廈之掌 問題就自然會大大的減少 即是有時候會見到一些公園 或者一些下水道 是很容易見到一些老鼠出出日日的 或者一些工業大廈其實都是多老鼠的 那你們會不會對一些黑電 會加強一些逃放老鼠肉的工作呢 我們每個月都會在一個區分裏面 做一些區域滅屬的工作 其實也都剛才提到 有些樹利盒我們會設置 也都會根據我們一些投訴個案 會看哪個區的鼠患會比較嚴重一些 就會加強一些鼠利的分駁 來逐步去改善一些鼠患的問題 而剛才有提到蚊患問題 我們在今年四月份 也都開始了滅蚊的工作 我們和衛生局是有分工的 市場處就會進行一些 市場處附下設施的一些滅蚊工作 包括我們的公園、休息區、小飯區 街市、墳場等等這些設施 我們每個月都會安排定期的滅蚊工作 以備免壞的一些制約 明白 何廳長 我都想再和你討論一下 之前你都要講到一些休閒空間 有一些重新改造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知道 教區的一些環境是比較落後一些 你們其實今年都會對他們一些 教區的環境做一些翻心工作 以及改善一些居民 比如促行、暴行徑的一些工作 在這方面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嗎 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澳門就是人比較多 亦都是路比較窄 這種環境裏面要改善 和優化行動的設施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我們都是為了改善這些有關情況 我們主動都和相關和部門溝通 在這些行動角路設施裏面 可以創造一些更好的環境 例如我們在行動裏面 做一些角路設施 一環空間裏面更新它 我們都推行了無障礙設施的更新工程 包括我們在花旺堂、花地馬堂區和網德堂區 其實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些是什麽設施呢 路上設施裏面就是 將行動路和行車路面的高差降低 以及在這個路口裏面增設一些警示磚 方便這些輪椅人士或者商查人士 可以更加容易通行的 當然在溪級的地方 我們都會設置一些斜坡 還有增加一些扶手 亦都方便這些有關人士去通行的 亦都是在一些不准的行動路裏面 我們都會同一時間進行調整的 亦都是在這些位置 例如街口位置 我們做一些警示磚 一些商查人士或者行動不便的人士 他們都知道在過過路的設施裏面 可以更加容易過過路 市政處亦都為了增加營商環境 在新馬路、十六埔子島、馬國大 那些舊區裏面的樓宇的立面 進行翻身工作的 希望優化這些區域的營商環境 亦都是等市民出行的時候 增加舒適感的 明白 好 或者現在我們先來聽聽家庭觀眾 有些什麽意見 現在我們線上有余生 余生 你好 主持好 兩位領導好 你好余生 請說 一說市政就有很多話要說 先贊了 關於在抗疫那裏 其實整個特區政府 很多同事都做了很多事情 衛生局也不用說 但其實我個人覺得 叫做我們這些老鬼沙士走過來 其實能夠澳門街 那個相對條件是狀況比較良好 其實因為環境乾淨 環境乾淨 因為市政做得好 不是賺不賺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由當年市政廳臨時到民政到今天有市政都好 我覺得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其中譬如街市為例 如果有去過輪迫的街市 你們就真的知道澳門街 那個真的不錯的 另外一個就是 都是賺的 就是那個洗手間 剛才提到洗手間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 又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覺得澳門都做得不錯 無論那個密度 那當然譬如有些地區 你沒有理由 高市德無緣無故找個地方 或者阿聯邦找個地方做工廠 就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一直為止 政府在這方面 就是在公園 能夠有地方有個點的 他都做得這個好 所以我覺得是 又回頭 你是那個洗手間做得乾淨 你那個疾病傳播才會減低 最後一個就是 都不是不敢說 是的 都是賺的 市政其實又包含了一個功能 就是接下來 我相信你們會肩負一個重任 就是什麼呢 澳門的旅遊業 什麼事說呢 譬如很簡單的一件事 漢字當然旅遊局的同事有做事 但是市政其實又包含了很大一塊 譬如好像聖誕資 或者一些節日的 你們市政同事要搞燈飾 另外很簡單的一件事 在那個路滕城那裏 其實有一大塊很吸引遊客 就是那個龍灣蒲運做得很好 另外還有附近有很多旅遊區 其實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就是我們一直說的旅遊業多元發展 其實這裏也是一塊 還有每天平安的東西 都有一些香港的嘉賓過來唱歌 當然現在疫情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 無論到時出了職業 或者出了疫苗 或者通了關之後 你們的工作會更加辛苦 先多多包含兩位定徒 多包含一下 好多謝余省的電話 其實兩位聽長都聽到了 其實市民對於你們的工作 都是有眼看到的 都是非常讚賞的 其實余省之前都是講到一個工廁的問題 比如好像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可能加一個工廁不是這麼嚴實 但是可不可以加一些流動性的工廁解決 到時比如遊客一些需求 或者居民一些需求 在這一方面 馮聽長這邊你們有沒有一個計劃呢 其實在工廁方面 過去工廁的密度比以往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過去10年前可能只有40、50個工廁 到現在已經有去到83組的工廁 其實工廁的密度是持續有增加的一個情況 我們其實在管理上也都逐步的做好一些管理的工作 比如我們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安排公廁的管理人員 每個小時都需要對於一些精神使用的設施 比如吾水龍頭、一些按壓的設施 比如一些馬桶的沖水制、門柄等等的設施 我們每個小時至少做一支的清潔消毒的工作 去避免一些傳染病散播的一些風險 而今年在翻新過程裏面 我們都會安排用多一些的 一些自動感應開關的設施 避免需要接觸到一些洗手 一些水龍頭、一些馬桶的沖水制 而增加一些傳染病散播的風險 所以我們的設施我們都會去逐步採用的 好 或者我們一會兒再來回應 現在我們線上有一個觀眾 或者聽完他們的電話 我們一起來回應 現在我們線上有李生 李生 你好 支持人好 兩位嘉賓好 你好 李生 聽請講 我想講講剛才聽到的 有些觀眾打進來 都很讚賞我們的民營署 現時做的工作做得很足夠 但我又反過來 我本人在北區生活了30多年了 所謂的北區 就是台山區那裡 鼠患其實都挺嚴重的 我看到他們的人員 也會放一個小盒子在街上 但是這裡的商鋪 或者一些建築物 有很多都是空置的遺置 裡面也有很多老鼠 但是譬如說 基本就不可能進去 把一些老鼠去殲滅 或者去落藥 都沒有辦法的 但是在這個方式 我相信 在鼠患那裡 它走出來的 你就可以做 但是它躲在裡面 一鬥一鬥 你反而不能做 鼠患更加嚴重 還有就是蚊患也很嚴重 每一天 一去到旁晚太陽 一收的時候 那些蚊也是非常多的 因為這裡也有不少的綠色的植物 或者有些花草的東西 那它們下藥 就說滅蚊 它們做什麼 我看到它們在坑群那裡 噴灑一些消毒液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花草上面 都沒有做 就是沒有這個動作 變成很多老鼠也好 蚊患也好 都挺嚴重的 那剛才說到街市 有人很讚賞 但是也都很坦白 我們在看澳門的街市 以往的街市的繁盛度 和現在呢 就千冤之別了 首先我們說一下 北區的台山街市 就十七九空了 現在做到呢 就越來越少的 不連攤檔也少了 那究竟這個情況是 是因為經營不善 就是人的經營不善 但是地區的安排設置有問題呢 我相信這個很好考究 因為以前台山區都很旺的 那現在要做到這樣了 好了 又說回頭 你說街市的設備 各方面的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呢 街市呢 它已經是 大家都說了 是不需要租金了 但是我們民主 我看到政府也有出手了 去管制豬肉的那個售價 那其實 是不是因為那些豬肉 特意去抬高價錢呢 那我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街市每一個店都是不用租金的 但是他們都是澳門的一份子 他們都是打工的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打自己的份工 我們現在澳門人出去打工 衰了也有一萬兩兩萬元 但是他們是做街市的話呢 你來源的貨物貴了 那麼他們也都要去面對了這個物價高漲 他們也都要出份量 其實在這個平衡點裡 就是在我們自己政府控制不到 在藍工 就是我們的食物入口的時候的價格 那導致了什麼呢 越來越高 這些水漲船高的情形呢 就是我們政府首先就是管制不到入口的貨物 怎樣去拿一個平衡 去到那個街市的時候 你又貴 我又貴 就全部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民養鑽學 就是管理的方面呢 有很多空間做 還有就是那些垃圾 我現在說回那些垃圾 我們做這麼多年生意 都是了 他們說這些就是有一點點 不要說大型 比如好像那些車胎 或者某些零件 那些垃圾 我們也都很希望去處理它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就說這些是商業垃圾 無論一條車胎 或者一條塑膠件 然後這個商業垃圾 麻煩你找車車去添仔 專型公司來棄置 不要丟在垃圾桶上 要不然被人看到會檢控的 那我就很難明白了 那就是說 逼那些人呢 將那些污水 就倒進去水渠 就是那些機油 或者那些廢油 車胎呢 又要偷偷地把它丟進去 垃圾站那裡 為什麼呢 當它拿去焚化爐的時候 一燒呢 它已經更厲害 那為什麼你們有些位置 可以被人們放在一起 你們去處理呢 這些很多樣很多的問題存在了 問題政府不是不知道的 不過是不理的 因為沒有人說就不理了 那又可以洗淨它 我也很希望 能夠真是為澳門的市民 或者為那些商家去行深一步 令到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的環境 那就是要靠你們兩位了 麻煩你 好 非常多謝家庭觀眾李先生 講了這麼多個問題 看來對市政署的工作都是非常關注 還有要給我們很多意見 那現在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先去看看天氣的情況 回來我們再聽聽兩位聽長的回應 好 歡迎回來澳門開港的現場 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 一切共創澳門的美好這個話題 那在上一節呢 我們都聽到家庭觀眾李先生 其實和我們反映了很多問題 他講到一個北區的鼠患和蚊患比較嚴重 還有他又講到一個 就是律實分類的問題 可能市民不是很清楚一些商業律實 生活律實怎樣去分 還有他建議要加建一些大型的 律實方面的問題 我們聽聽 馮廳長幫我們回應一下 那剛才李先生關心的蚊患鼠患問題 也正正是我們市民處關心的一些工作 那其實鼠患問題 那除了市民處 剛才我們有提到 在我們公共街道 進行一些滅鼠的工作以外 那其實在我們工作過程裏面 譬如說我們在一些餐廳食肆的發牌 那我們都會要求一些餐廳的場所 需要做好防鼠的設施 我們才會發出准召給這些場所 而這些食肆應運過程裏面 我們也有巡查人員 去加強一些巡查工作 來避免一些食肆 在營運過程裏面 有鼠患知長的一些問題 而剛才提到可能會有些鼠患 在私人地方裏面會知長的 我們過去也有做一些工作 譬如我們和物業管理業商會合作 開辦一些課程給物業管理方面 希望可以由物館公司方面 在大廈的工作裏面做好一些防鼠的工作 而在今年因為有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 我們也有計劃在今年的六月份 也就是今個月 我們會開展一個社區清潔齊參與的互動計劃 我們會邀請三個社團一起去參與 我們期望透過社團的參與 將一些大廈的環境衛生問題共同去改善 我們的計劃是怎樣呢 我們是安排社團的工作人員 去住在大廈那裏做排查 了解到大廈會不會有些環境衛生的狀況發生呢 如果假設大廈裏面有一些比如垃圾堆積的問題 或者一些雜物堆積的 我們透過社團的工作人員 會跟一些住戶去溝通協調大廈去清理好一些垃圾和雜物 期間也會提醒住戶要做好一些防鼠滅鼠的工作 我們期望透過政府、透過社團、透過大廈居民 共同合作去共同改善大廈的一些環境衛生的狀況 去改善一些大廈的環境衛生問題 那關於一些垃圾分類方面的問題呢 垃圾方面剛才李先生提到 那些車胎和廢油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廢油和車胎呢 車胎方面其實有條件運到去 環保局有一個危險廢料的處理中心的 那一些相關業者呢 有條件可以將他們的車胎 棄置的就去運到去 去探製這個危險廢料分發中心去處理 而牽涉到廢油方面呢 其實千萬專人公司呢 現有的服務內容裏面呢 是包括去運載這些廢油的 那所以如果假設你三方面有這個需要的話呢 可以致電給我們市警署呢 或者致電給環保局呢 去提供這個廢油的收集服務 就千萬不要倒入街渠 因為會堵塞這個渠道的情況的 嗯 明白 好 那現在聽聽何廳長呢 之前我們第一位余生呢 他都是講到非常讚賞市政署 搞一些節日的裝飾啊 比如好像盧環抱一樣 就是以後呢 市政署這邊還有什麼其他的計劃 都會繼續認分 對稱這個節日去做一些裝飾 其實很感謝余生的讚賞 我們也是在因應節日的環境呢 我們為了增加節日的氣氛 以及速進旅遊的發展 我們在中秋節啊 新年啊 聖誕節我們都按照不同的主題 布置燈飾 其實在全路各區 一些圓形地啊 公園啊等等這些地方 大家出入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會進行這個節日布置的 除了這樣之外呢 我們在正如所講呢 在舊區裏邊呢 我們都是盡量一些外場翻身 那希望在疫症之後呢 可以遊客危的時候 有不同的感覺 就是為了疫症之後 那個經濟起飛呢 是準備這個碟件的 那也是在那個龍環抱運 其實我們已經建了那個木棧道了 那工程都將會是員工的 那我們有望在近期呢 就會是局部開放 讓市民使用呢 嗯 明白 好 現在我們再來 聽聽家庭觀眾有些什麼意見 現在我們線上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黃小姐 兩位嘉編好 今天主要是市政的問題 市政署確實有的地方做得很好 有的地方還要加強改進 像這個住宿 居民住宿底下大廈問題 像巴拉新村底下 那個拉莎每人收 不知哪個管理公司有沒有人管呢 好吧 有老樹啊 來回跑啊 嘎咋呀 這個地方 包括樓上都是居民住處嘛 很怕那個滅的 連累大家的 另外 北區這邊 剛才真的像李生說的那樣 老樹在那個大廈 工業大廈路邊都死掉 確實有的地方都得加強 那個澳門工業大廈 它那裡有好多紙皮啊 那是不是由它來 你們監督由他們公司 管理方面要跟進啊 所患啊 現在這個防疫的方面 應該都應該特別的重視起來 另外這個種花種草的問題 我覺得北區種的都是清一色 花的很少 你看南灣那邊 整是兩個世界 南灣那裡就高級一些的 北區那邊就弄點那個樹枝 那個竹子啊 弄弄弄那個 一會兒就爛了 一管大風就爛了 人家那邊都是鐵的花的 你永久性的吧 不要總弄來弄去 不是光種青色的東西 種點花 有的美感叫人家很 很感到啊 這個城市啊 哎 什麼顏色 五彩繽紛 不是你們廣道 節日弄點這個燈飾 那燈飾 都做 平常種花種草 顏色多一點 讓它那個花長的長久一點 好奇 好奇那男孩那個花 頂著上的花開得非常漂亮 塔石球場啊 那也是你們做的 塔石球場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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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木屋上面那個頂 種的花非常好 你坐車都看見好亮 所以我希望北區這邊 也應該種點 另外還要多種一點紅樹林啊 海邊啊 海邊多種一點那個 深圳種的海 紅樹林好高的 高過一個人去很密的 對這個海水都很好的 嗯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啦 為民眾做好這個 市政方面的工作 越做越好啦 好 拜拜 好多謝黃小姐的意見 和你的意見 那其實呢 兩位聽長雖然不是陸法範槽了 但是多多一點都可以幫觀眾回應一下 那我們先聽聽 馮聽長回應一下 OK 剛才聽眾有提到 一些私人大廈 或者地段 有一些環境衛生的問題 那其實雖然市政署是負責公共地方的一個管理 但是涉及到 私人地方的一些環境衛生問題 那其實市政署和衛生局 有一個長期的協作 那如果發現在私人地段裏面 發現有一些環境衛生問題的 那衛生局會作出評估 如果假設地段裏面是有業權人的 會督促業權人去安排 去做一個清理的工作 那這些地方可能 未能夠聯繫到業權人的 但是又可能會發生一些 傳染病傳播的風險的 那衛生局方面 也都會聯繫我們市政署 提供協助去這些地段那裏 去進行一些清理的工作 就避免說有一些傳染病 散播的一些情況 那另外也都會提到 有些大廈裏面可能存在一些紙片 我們也都希望 因為紙片是屬於一些 可以回收的物料 如果假設工業大廈裏面 存在著很多這些紙片 我們都可以安排做一個回收的工作 避免堆積在一個地方 影響環境衛生 那何聽將這裏要補充 關於綠化方面 我也很同意這個小姐所說的意見 其實我們在綠化方面 特別在一區我們設置單車徑的時候 我們都會和綠化部門合作 在不同的位置 街道或者地區 產生設置這些 增加這個落爆的密度 第一件事先 第二件事就是 產生一些色彩層次的變化 那也是可以美化街道 豐富的街道景觀的 那也都是對於澳門 一環旅遊中心的城市定位 是很有幫助的 那其實2020年和2021年 我們都是保重了一些 四千多株的這些橋木 在不同的街道 主要是這些主幹道裡面 那增加了一些灌木 提升了這個綠化空間 那主要就是 同時也都在疫情之後 如果是種多些樹 可以增加了這個 除實淨化空氣的作用 調節到這個氣溫 也都減少了這個綠島效應 那其實對於城市人來說 生活比較緊張 那其實樹木可以令到 人家是減壓 那其實這些各個好處 都是在綠化方面 是做得好 是很大益處的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聽聽觀眾的意見 現在我們線上面有林森 林森在線 林森你好 各位嘉賓 我叫主持人晚上好 你好 林森請說 我覺得 剛才有位嘉賓說 澳門現在都增加到有八十幾個廁所 八十三個廁所 但相對於澳門的三千萬旅客 簡直不成比例 現在澳門有很多垃圾房 那些 那些 只有一層的建築 那上面是否可以做個公廁呢 香港很多都是 黏著香港垃圾收集站 街市 二樓三樓 就是一個公廁 你看到 雅廉房 高斯德沒有廁所 黑沙灣沒有廁所 新口岸沒有廁所 要進去公園裏面 那些遊客 起碼在遊客聚集那裏 弄得夠 大三包牌坊那個廁所仔 是不是 那哪夠什麼 三千萬遊客 你看 怎麼解決 還有第二個 澳門是否需要多些公共泳池 現在不知道是 看法局做 還是市政局做 你看 整個 在新口岸沒有游泳池 澳門街好像數了四個 現在你可以在 新口岸那個公園中間搞 其他哪一處呢 你可以做 八角囚公園裏面 你都可以做 這些 對市民直接受惠 直接提升健康 那些可以立刻想 而且可以增值 我暫時說這麼多 非常多謝林先生的意見 我們現在又回到 給馮廳長先 其實 林先生說到 其實 雖然聽到八十幾個 池帳好像很多 但是 對比這麼多 尤其的需求 可能是有些不足夠 那你們怎麼看 我們的公廁設施 是持續的增加 但是 是多還是少呢 可能我們都要進一步去評估 但是這八十三個公廁 設置是公共街道的公廁 但是 市政處 包括埋下的設施 有整一百七十多公廁 這些都是開放給市民可以使用的 未來我們都會評估 會不會有其他地方 是有條件去設置呢 比如說我們新城的A區 有些位置 是不是有條件去增加公廁 我們都會去安排的 那關於林先生要講到一個公共遊泳池的增加方面 我想聽聽 何廁長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其實這個範疇是屬於體育局呢 還是你們負責呢 其實我們都是 跟體育部門 都是有合作關係的 其實泳池裡面 可以有很多設施的 包括一些 一些兒童的休業區域 設施等等 其實如果我們在一個適當的環境裡面 我們都會考慮 比如說公園一個大的重整 或者是一個 看回該區居民的需求 我們都可以考慮這方面的 是否有實際設施 還是在附近 其他部門已經有這個設施 或者是其他大廈裡面已經有這個名次設施 所以我們要看回該區的使用情況 我們才會進行規劃 明白 好 現在我們再來聽聽家庭觀眾的意見 現在我們線上面有李生 李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 松山管理那裡是否 是市政署管的 就是松山那個 是不是市長 是的 是的 我就有個意見 這個松山就是屬於澳門 一個很珍貴的市費 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上去 就是 跑步 散步 健康 那我就 都經常上去的 但是呢 我就發覺 早上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 會得罪有很多人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開車上去 早上 那些車就在那裡 有些現在的車 不是那部電車 很多都是 還在走電油 那麼多車上的 密度十分之高 就是你說的 你們有關部門 早上 早上 七點鐘到十點鐘 那段時間呢 真的很多車在那裡 就是人車那些 尤其是跑步 經過那個路口 就是 入山的路口 再上斜路 那個分岔路口 真是人車爭路 即是怎樣做 即是怎樣做 即是這樣 即是這樣 既然很多人就說 我走不了上去 我要開車 問題就是 那個重山藍車 是不是你們管的 如果是你們管呢 我就相信 不如 即是 你們就 叫些 我就有個提議 即是說 可不可以 早上 即是十點鐘之前 是 不准車上去 即是 方便些 真是 吸收新天空氣的人 去享受澳門唯一 這麼珍貴的 所謂 新天空氣的資源 既然那段時間 要有人 真的上去 不是說行動 這麼好 這麼方便 可以坐你們 重山藍車 也都增加重山藍車的 使用率 是嗎 那是不是一個 雙贏的 我們可以 拿一個平衡點 即是說 想享受 新天空氣的人 也可以 那又可以 自應付那個 設施 更加善用 加上 又可以平衡回 開放時間 你喜歡開車 就十點鐘之後 就上去 我的建議 是這樣的 多謝李先生 李先生的意見 李先生 其實講到 重山是大家的一個 指揮 如果出現一些人妻 增落的情況 確實是大家都不想見到 但是 對於這方面的管理 和藍車方面的時間安排 根本想聽聽兩位 可不可以在這裏回應一下 其實 大家都知道 重山是一個市費 不單是市費 很多市民的活動空間 康體 就是斷電身體的時候 特別是 從早上到晚 都是不停的 都是有市民上去 跑步 健身 這樣 那時候政府都知道 希望多些市民 健身 其實之前 都開啟了新外運的 一條隧道 和一個步道 希望吸引新外運的市民 也都上來做這個運動 這個是比較欣欣切的 那是不是人車增落 其實我們會多些 聽市民的意見 那看一下 在交通方面 規劃部門 就不是市民處的 那我們都會多聽市民意見 和相關部門協調一下 看一下 這個處理方法 是怎樣處理的 那松山藍車其實都在公園開的時候 它已經是開放給市民使用的 那也都希望市民可以多一些 利用這些隧道 或者是走上來 那就避免就是 人人車增路 明白 那馮廳長這裡有沒有補充呢 沒有 那我們都是繼續討論 之前 大家其實都很關注這個城市的景觀 還有一些 增加一些陸化方面的問題 那這裡都聽 我聽說再介紹一下 那這方面 當局有些甚麼計劃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單車徑裡面 我們一直都開發 那看看單車徑的使用 其實大家知道 騰濟那方面 使用上 大家都 市民都覺得是挺好的 一個電髮單車徑 一個海津單車徑 其實我們 在那個 近期裡面 是由那個 科學館 觀音像 指導馬國 我們已經規劃所 做一個海賓六郎 這個海賓空間 是比較大的 一個大型的計劃 其實我們在4月份 由科學館 至高音像 這個休息區 我們已經是動作工了 有關休息區 設置了七大區域 包括一些茶座 廣場 一些是門購場 滾足流冰場 南球足球的 混合的使用場 二同一區 還有一些報道 亦都是 預留一個空間 給將來的單車徑 可以接進來的 亦都是 希望 盡快 給市民使用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看到最近 都是一直連續 大雨天 很多地方都是 很多地方都是出現一個水鎮 其實市民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一個 你們的工作範疇 還是公務局需要去負責一些工作 這樣 在這裏都跟大家先講一下 好嗎 其實我們市政處 和公務部門 都是一個合作關係 大家都希望 將澳門的渠道 處理好 大家知道 其實一些重災區 比如是 內磅一帶 其實那個低挖地方 因為當時設計的時候 城市的規劃 是沒有那麼高 大家知道 那個地勢是很低的 相對於豬海來說 地勢起碼低了一米幾 當時的環境 可能也沒有一個熱島效應 就是整個海平面 沒有那麼高 那暴雨情況 也可能現在沒有那麼嚴峻 也可能現在的熱島效應 令到那個 天氣的比例越來越高 現實環境裏面的地勢就這麼高 也都我們沒有辦法 將它提升高 我們唯有就是 用一些工程手段 做一些咸箱渠 用泵房 泵過出海 將雨水 為了解決這些暴雨 和風暴潮的時候 其實我們和公務部門 都有分工的 市政處就是負責 從深馬路到水上街市 這一段的工程 做這個咸箱渠和雨水崩房 公務部門就負責由深馬路 至到馬國這一段的雨水咸箱渠和雨水崩房 市政處這個雨水崩房其實已經開工了 預計在2021年就會提起運作了 其實除了雨水崩房之外 其實都是要做一個防場的 要頂住一些海潮 例如風暴潮的時候 來臨才可以進行這個處理的 這個也是進行分工的 由海事及水務局 進行設計 土地公運輸部進行施工 使用接收一些 比較細型的泵房制 因為始終黨的那個防場 怎麼都會有一些滲流 這些位置我們都要用泵 小型的泵房將它泵回出海 這個設置上 公務部門和我們分工合作 做這個工作 明白 好 最後一些時間 都是給兩位先總結一下 先由馮廳長開始 其實市政處近年都持續 去優化我們一些環境衛生的設施 我們其實見到環境衛生情況 在澳門是逐步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但是在改善過程裏面 我們都牽涉到見到有些市民 可能會有一些違規的情況 互亂棄置垃圾 我們在這個機會 呼籲一些居民 盡量要正確棄置垃圾 避免影響街道的環境衛生 何廳長 其實市政處一直都是希望創設多些空間 給市民進行散步、健身、親自遊樂等等 這些設施給市民進行 包括在適當的位置 限制土地、公園 進行更新等等這些 希望市民可以盡量使用一些空間 特別一些閒置土地 我們美麗的使用 可以作為一個臨時的設施 讓市民廣泛使用 都想最後再補充問一下 馮廷長 之前有提到這麼多個翻新的工程 都是移工代正的一個措施 大概涉及可以幫助多少 本地工人會就義及幫助這些中小企業呢 暫時我稍微沒有這個數字 但其實那個工程 我們預計今年內會完成的 大概今年開始有多少個工程會開展呢 83個工程其實今年內都會開展工程 我們期望全部都能夠完成 好 明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都是非常多謝兩位聽將 上來我們澳門開港 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年市政處 一些重點的市政工作服務 在這裏都是祝福所有的小朋友 再次祝福你們節日快樂 都是廢高掌帝 多謝我們兩位聽將 以後有甚麼工作 都是歡迎你們上來 嘗試跟大家分享 多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希望你們的工作 和我們的社會會不會更加美好 好 多謝兩位 好 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好 大家聊 好 大家聊 好 大家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